公視傳出到籌備國際影音平台 但是龐大經費的案子 卻沒有經過董事會同意 而是直接由文化不給錢 也引爆了公視 勾層請辭潮 公視在7月27號召開董事會 會中針對國際頻道爭議激變 表決最終還是以11比4通過 而公視總經理曹文傑 執行副總經理謝翠玉 新聞部經理蘇啟珍 當場奮而請辭 引起軒然大波 都幾乎在討論這個程序的問題 所以中間的過程 當然非常吼爆 有一些摔門拍桌子 或是對罵 這種情況就難免 同為公視董事的學者 鄭自龍還原臨時會 劍拔弩張 有董事拍桌 還扯著脖子大吼大叫 有人批評 這個國際頻道根本就是大外宣 希望政治可以放過該平台 不要讓民主台灣蒙羞 新聞部經理蘇啟珍 更直言可以窮得頂天立地 心安理得 但我們真的要為國際平台放棄公視 過去的一切嗎 整部公視法 你從頭把它換到最後的尾巴 沒有一個條文 提到說公視可以對外來做宣傳 成立一個國際頻道沒有迫切性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動用我們的全民的救命錢 不滿公視稱了執政者大外宣工具 學者不領情痛批 另外公視董作即將改選 傳出府院上演公斗戲碼 總統蔡英文 鼠疫文化總會副會長張春南 行政院導蘇仁昌也曾找過教授胡元輝 因為認為他夠綠 對於未來的董作領導班子是什麼 來做很多無限上綱的意測 這實在太超前部署 對此行政院回應不可能介入公視人士 公視會維持公視獨立性 但公視高層集體請辭 8月董事長改選前 恐怕還有一番角力戰 見時文鮮 王大瑜 台報道